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执行 2018年9月18号上午11时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发出指令 通过云图系统发现一起执行案件的被查封车辆 进入监测范围 执行法官得到消息迅速出动 找车的话我们运用云平台 可以准确地知道车辆在哪里出现 我们就马上把车控制住了 很多时候连被人都可以在那里马上可以控制得到 15分钟后执行法官到达现场后成功查扣一辆小轿车 这个查车真的很难的一个事情来的 因为我们以前办案子 一般看来有车辆 有个鼻子头痛的 因为找不到嘛 但是现在就好了 它的车无论去到哪 只要经过摄像头的地方 我们都有可能知道它在哪里出现过 报告指挥中心 2017的2839号案件的车辆已经扣押 好的 刚刚接到举报 本渊登记查封的车牌为越S S 凯美瑞小汽车 进入外围停车场 请迅速赶往现场查控 好的 收到 我马上出发 此时 李法官再次接到指挥中心发出的指令 又一辆涉案车辆进入监测区域 刚刚收到指挥中心的一个通报 还有一台白色凯美瑞 网格员跟指挥中心那边 已经发现了那辆车 我们现在马上赶过去扣押车辆 通过云图系统提供的线索 知行干警再次成功查扣设案车辆 并将该车辆带回法院 据禅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介绍 法院执行指挥中心通过接入云图系统 可以实现精准锁定车辆位置 经过他们的那个系统给我们报这个车辆到达一个什么地点 之后或者进入停车场或者进入一个小区里面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车进入了 什么时候进入的 什么时候离开的 而且通过这个系统可以看到谁在驾车 这里是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租用的停车场 李法官跟我们说 自从2018年6月至今 他们通过云图系统协助查扣的汽车已将近200辆 好几十辆的豪车把我们的停车场都挤满了 挤得满满的都是运用这个大数据把车给扣回来 把案件解决的一个很真实的例子 执行法官在办案的过程中 第一个碰到的难题就是 人难找 财产难寻 文书难送达 怎么能找到那个被执行人 怎么能发现他藏匿的财产 这就得耗费法官们很多精力 刚才李法官提到的那套执行神器 有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云图系统 专门用来查找锁定执行案件当中消失的人 和物据说比导航软件还精准高效呢 云图系统到底是什么呢 它有多厉害又是怎么运行的呢 云图系统是佛山市禅城区委 整合辖区内治安 工商 交通管理等数据 建立的大数据系统 云图其实就是我们的把被执行人的信息 进入到我们的中置网格系统里面去 通过这个系统我们可以跟网格员在里面互动 就是我们要求他们协助我们去查案找物啊 协助我们做一些事情 产城区人民法院接入的云图系统 可以实现查封车辆数据监测 对被执行人动态监控 网格血管人远程指挥等多个功能 在中置系统里面把我们的被执行人加了进去 在那个中置系统里面可以反映出 我们被执行人的所有的那个信息 包括他的性别年龄居住地址 包括外来人员的暂住地址 包括这些被执行人的近亲属 还有配偶的一些资料电话都在里面反映了 除了利用大数据查找涉案车辆 云图系统利用网格管理 查找被执行人行踪也是非常高效 2018年11月5号 执行指挥中心接到网格员报告 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的被执行人 正在位于南庄镇的涉案房屋中 我们还没想到他就是不经常在家 我们那个时候还派了三次员上门 都是没人在家 去到那边敲这个碰门钉 摸门钉就反正找不到人 因为我们下去一趟 一来一回就一个半小时 这一个半小时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平均起来两百多个工作日一年 我们四百多件案 就是平均每一天要结两件案子 每个案子平均分配下来不到四到五个小时的办案时间 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案子里面耗费了太多时间 只能是对其他案件的不公平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网格员协助我们去查找 这起执行案件的基本状况要从三年前说起 2015年12月 贤某将位于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 某小区的住宅和车库 以93万元卖给了沈某 但贤某的母亲和儿子一直居住在该房屋内 拒不交付 2018年1月 贤某和沈某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在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 2018年2月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做出判决 贤某应在判决生效期十日内 将涉案住宅和车库交付给沈某 并向沈某支付房屋使用费用 因贤某拒不履行以生效判决 沈某于2018年3月申请强制执行 找不到人 还是找不到人 就是我们去到那边 它门是锁着的 或者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家里面有人 我们去了很多次没有人 你强制进入屋里面去把它清出来的话 或者把里面的东西清出来 会带来很多的隐患 所以我们在清空查封的时候 都是要求被人有家属 或者被人在场 我们进行清空 这个要必须要遵循一定的法律的规定 一定的法律程序才能进行清空的 所以我们会选择被人在家的 那个时候进行清空 执行工作有着怎样的风险和挑战 就我 给我看了 给我回嘴 这同学你 威胁我是吗 关键不存 执行法官如何做到定分指针 说起来这起执行案件也算是长期悬而未决了 因为那个被执行人一直就推三阻四不肯露面 再加上涉案的房屋地点太偏了 被执行人又不在那住 执行法官虽然多方布控多次前去查找 但都没有结果 为了精准定位被执行人的行踪 禅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联系了当地的网格员 请求协助 网格员上门帮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完之后 人在我们就出动 人不在我们就让这个网格员下次再调表 我们的网格员只是一个 给我们提供信息的一个渠道 到了那边我们才能 我们法院的人力物力去进行查控 禅城法院你好 经过我调查被执行人家里 所以现在有人可以过来执访 我们的网格员通知安排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牌打探 2018年11月5号 网格员告知李法官 被执行人的母亲 目前正在涉案房屋中 得知消息后 执行干警们火速赶往涉案房屋处 其实每一个网格员 其实对每个网格员 都是在村居里面 或者那个居委会里面 担任一定的职务的 他们对本社区的人员的流动 或者人员的信息 还是很清楚的 在当替网格员的带领下 执行干警们来到了涉案房 之前我们来了好几次 里面都没人 我们就贴了清空公告 执行控制书这些东西 后来就网格化了之后 网格员帮我们走了 就很方便了 我们就不用每天熬两个小时的车程 来回这样跑 老一 来到这边看到里面有人 就给我们发信息 或者通电话视频给我们 告诉我们这里面有人 我们马上就出动 过来这边去可以执行 里面只要有人 我们可以把门劝开 尽量和平地去解决问题 网格员在日常巡查中 发现被执行人踪迹 可以通过移动终端 直接反馈到执行指挥中心 但是执行法官从街道系统指令 到赶到涉案房屋这一段时间内 被执行人会不会逃脱呢 其实这个时间差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网格员去的时候 一般要秘密地进行 还有必须得秘密地进行 发现了 向我们通报 通报之后 我们采取一个快速的行动 把被人控制住 或者把那个门 房门给控制住 不要让被人偷偷地跑掉了 你在里面吗 那你让你妈开门吧 你妈在里面 赶快的 执行法官通过和被执行人的电话沟通 终于进入了涉案房屋 被执行人的母亲确实正在房屋内 房子要交给人家了 都那么久了 不用不舍了 在电话告知了被执行人贤某后 执行人员开始对该住宅内的物品进行清点 并通知申请执行人沈某 前来进行交接 在网格员的协助下 这件悬而未决的执行案件 得以在几个小时内顺利执行 真的对我们执行案件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搞的网络查控 网络查询 就是为了节省时间 最少的人力去办最多的案件 李法官跟我们说 跟全国其他的基层法院一样 他所在的这个禅城区人民法院 也面与着案件量飙升 案多人少的状况 但自从法院执行指挥中心 接入了综合治理系统之后 他们的办案效率越来越高了 2018年11月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通过查控系统 找到了一起借贷纠纷案被执行人名下的房屋 我们要准备拍卖的被执行人的两套村房 这两套村房 它在村里面的门牌登记 有点混乱 我们的法官跟书记员 亲自去村里面去查找了 查找好几遍 就是找不到这个房 找不到这个屋 所以我们今天就直接利用了村的网络员 直接就去查找 一下子就可以找到了 2018年11月6号下午2点 禅城区人民法院通过云图系统 向房屋所在的南庄社区的网格园 发出协查指令 这个地方导航和地图上面都没有 我们执行法官去了几次都没有找到 执行人最难的就是查人找物 找到人了 找到物了 一切的处理就好办 仅仅20分钟 网格园就通过四级宗志通终端 与法院确认涉案房屋 去法院你要 你要我协助调查的地址已经找到了 请确认 确认 谢谢 法官根据线索随即前往文宗村 与网格园会合 并由网格园带领前往涉案房屋 当天下午3点 法官找到了涉案房屋 并张贴直醒公告 此外 云图系统还能协助指挥中心 查看执行行动的现场视频 与现场执行的单兵设备形成互补 从而迅速准确做出预判和决定 这个就是我们产城区的管理的区域 蓝色的点是作为自然人的被执人的 在我们区域上面的分布 红色的点是我们作为单位 或者法人的被执人的分布区域 黄色的点是我们的网格园 在我们区域上面的各个点的分布 据介绍 云图系统把禅城区辖区内的 154平方公里 划分为300多个网格 分配了400余名专职网格员 辖区内所有被执行人 被执行人企业 被执行人关联人 待处置不动产等信息 3000多个治安实时监控 网格员联动等意图包揽 综合治理执行男的工作格局 初步形成 因为我们禅城区 总共是有307个网格 那么每一个网格 它都有一到两名 这种兼职或者是专职的网格员 那这样一来 我们只要跟各个网格对接起来 我们可用的人员 就达到了有六七百名 无形中就相当于 我们多了几百名网格管理员 来协助我们开展执行工作 这个执行的力量 就是大大的提升 中央提出来智慧治理 共建 共治 共享 这样的理念 我们这个云平台 就是一种新型的中治体系 我们执行接入进去 就有这种便利 利用了这个中治的很多数据 来促进我们执行工作 执行工作需要的不仅是勇气和决心 更需要智慧和创新的手段 解决执行难 单靠法院单打独斗 那肯定远远不够 社会基层组织的协助必不可少 信息化大数据的支撑 同样不可或缺 现在全国各地的基层法院 有很多都在执行当中 引入了这种网格员的机制 取得的效果都显而易见 但是怎么才能有点疾念 实现真正的网格化 怎么才能更好地 利用高科技的技术手段 为执行工作服务 那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我是陆一鸣 明天见 孩子被烫伤 母亲为何不依不饶 我就只是让他陪我一个公报 要一个公报 警方调解能否圆满解决 冰冰小孩是在你们家弄伤的 是吧 卡在门的就是 小孩卡们俩都在讲 卡在讲什么呢 他的退让能带来转机吗 我不想把圆解得太深 我们都要继续生活 敬请收看本期《道德观察》 被烫伤的孩子